咕咕,欢迎回到Lola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说法语入门时如何高效背单词 快速地提高你的词汇量 首先第一步,入门时你最需要记住的单词 就是教科书中出现的单词 这些单词是最常用,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 一旦你把它们背下,你就一定可以用上它们 每天给自己制定一个背单词的计划 比如今天我需要背50个单词 我们需要用上纸和笔,边读边写边背 这过程大家不需要每天花很多时间 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要花时间去重复复习 在4到5天后我们要达到看到这个法语单词 就可以马上想到它中文的意思 以及看到中文就可以马上想到它法语写法这样的程度 其实4到5天后大部分的单词 我们都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掌握程度的 这一步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死记硬背 但是这个过程在初学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过程中你的心态 你的投入机器程度会决定你的记忆力 接着如果你完成了这一步 你也只是单纯的记住了它的写法和中文意思 它给你最大的帮助可能只是 当你在一个对话或文章中看到这个单词时 你可以明白在说什么 真正的掌握一个单词是在你口语和写作中 可以很熟练的自主使用它 并在听到这个单词时可以很快的立马识别出它的意思 如何可以真正的掌握一个单词呢 首先我们需要用上我们的耳朵 多听 听是最重要的一步 重复的听课文的录音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加深你对这个单词用法的熟练程度 我们一定要多熟悉这个单词在剧中的使用方法 多听课文的录音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 接着就是要多读了 很多同学犯的错误就是容易说哑巴法语 可以看懂很多文章 但是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却有很多问题 所以一定要开口读 开口多读课文 如果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把课文给背诵下来 背诵课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 可以掌握新单词并提高口语的方法 接着就是要多花时间去认真的做课后习题 这一步非常容易被忽略 因为课后习题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 自主使用上你所学的单词的机会 做课后习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 来帮助你造句熟悉这个单词的方法 对合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用上这个单词的过程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刚刚说的几步 其实你已经可以很好地掌握你所学的单词了 如果你想学得更快 我们就可以自主地来进行一些课外的拓展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多查字典 尤其是法语中的动词 一个简单的动词 它其实可以表达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比如donate这个动词 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动词 但是如果我们查字典会发现donate这个词 它还有很多其他很传承的用法 比如它可以表示产生引起这个意思 donate des résultats 产生结果 same dote mal à la dette 这使我头疼 donate它甚至还有上演 上映这个意思 比如donate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上演一个剧本 le cinéma dans ce film 这个电影院正在上映这部电影 所以我们看donate这个词 它除了给这个最简单的意思 它还可以引申出很多生动形象的用法 接着进行自主拓展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找到非常多的 适合我们自己水平的阅读材料 如果我们是初学隧段 我们就可以多读一些A1到A2等级的阅读材料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你掌握了800到1000个单词 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语法基础 就可以有进行基础对话的能力了 所以你想快速的提高你的单词量 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Valaisi dougla video au show 3 最后往常一样 如果你想开始学习法语 快速完成法语入门 我推荐你可以看看我的LOLA法语入门课程系列 在上面我会对法语所有的发音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 并帮助你掌握进行基础对话 所需要掌握的所有语言点 同时如果你正在学习法语 想提高你的法语水平 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法语电子书 Parlé comme en français 以及我的LOLA法语强化课程系列 大家可以点击这边评论的链接 来了解更多 最后呢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很快下期视频见了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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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